选政倒数7天 这个礼拜二也就是13号 屏东县原乡地区就发生了 第一起的乡长候选人汇选案 而在本周四15号 屏东地检署又再度查获 狮子乡一名阳性村长候选人 涉嫌现金汇选 以每票2000元买票 因为罪嫌重大 目前也被法院挤押